耶~~ 哇 很帥氣耶 我們今天粉紅又會來到這個小巨蛋的感覺耶 尖叫聲 是不是 我覺得他們累了 沒有啊他們聲音還是非常的洪亮 從剛剛叫到現在 但是待會才需要尖叫因為表演的時候 當然是會更加尖叫 來跟大家來打個招呼囉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蘇打綠 這叫聲不停喔 完全不停止 真的非常開心蘇打綠帶來全新的這張專輯 我們的羅瓦帝季況來到第三站 來清風 你好 嗨 要講什麼 來介紹一下這張新專輯 看到這麼多公民朋友是不是 剛剛沒有聽到你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今天是這張專輯現在宣傳第二天 所以還不習慣要介紹這張新專輯 秋天嘛 秋天我們的主題是在北京 為什麼會選在北京呢 是因為秋天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在夏天跟冬天中間一個交替的很魔幻的季節 像北京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神秘的城市 因為它雖然是一個大城市 但是在這個城市裡面呢有很多的新舊交替 然後有很多人懷抱的夢想來到這個地方 但它不一定會實現 所以在秋天裡面呢我們有惆悵也有豐收 那在秋天這張專輯裡面也有很多古典文學 跟民間樂器的部分 那剛剛講到那個 北京這個故事啊這個地方 我就覺得你能夠講到說 有一點的夢想要不見得會實現 或者是有一點點惆悵的感覺 然後這幾張專輯 都帶有濃縫的惆悵感覺 我剛剛有說也可能有豐收的感覺 豐收 是是 秋天是一個有很多很多各種 不一樣情緒跟面貌的季節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在9月的時候 我們在秋天這張專輯會怎麼樣 呈現我們心目中的秋天 是 所以秋 然後這張後面的dash是故事 所以你講的是很多很多的 不一樣的這個故事 包括了這些故事其實有些歌詞 在還沒有發現專輯的這些日子 幾乎一天就有po一個歌詞 在網路上面跟大家分享 你為什麼也想要用這種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那樣子的 歌詞呢 故事 其實也不是這一張啦 我們每一張其實都是這樣 會算是一個傳統的吧 對 所以大家每次都在facebook上面 就開始一直在期待 或一直在等待你每次一直發 一直發表的這個故事的歌詞 其實這個傳統是從PTT開始的 你鄉民是不是 很好 對啊 我們一開始其實是在PTT上面 會做一些預告啊 宣傳 然後因為在那個上面 其實也是有很多人 會同時上線 那因為PTT是一個文字交流平台嘛 所以我們大概一開始就想說 如果先來讓大家從歌詞去感受一下 我們想表達說的感覺 那從PTT上面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一個傳播的工具 對啊 而且這次歌詞我覺得很不一樣的是 你看到不只是這樣子 一個比如說文字 只是電腦文字的分享而已 或是你的文字的分享 還有包括了那個繪圖的部分 甚至還有MV也有這個繪圖的感覺 這也是聽說你找了一些 怎麼樣子的朋友一起來完成的嗎 因為其實這張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嘛 那我們想說用一個繪畫的方式 呈現更多的故事的畫面的感覺 那其實這些都只是輔助啦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重頭戲就是音樂 所以就是希望製造大家對9月 我們要發現一張宣傳集有更多的情感